吹哨者保護法 藍白確定不合了 民進黨開始笑合合了 2024大選剩不到50天 賴清德 你好像還欠我們一個東西耶 關於吹哨者保護法時 跟講的答案是還在你影響中 因為要如果說服了林明年 還是應該叫民進黨取勝 學生持球對決賴清德問的就是 蔡英文承諾要推的吹哨者保護法 怎麼卡關六年還沒審查通過 立委沒過半說法案推不動 立委給你過半了卻說人太多 無法凝聚成共識 欸民進黨 你這種出爾反爾的態度 真的就好像 好像民進黨耶 很多酸民說我們只罵藍罵白不敢罵綠 這一集就讓你們這些酸民閉嘴了啦 各位藍白粉高潮吧 柯粉刷一排7 猴粉刷一排6 鍋粉刷一排2538 馬上進入罵我是綠色車衣袖的酸民 看完這一集的反應 欸 來這一集藍白先過齁 綠的靠邊停 那我們零檢一下 小心 這邊不能停喔 這一集的主題是 欸 吹哨者 吹哨者又稱接閉者 或是更常聽到的 廖北亞 民進黨耽擱六年的 吹哨者保護法 顧名思義 就是一個在保護廖北亞的法律 蛤 為什麼廖北亞需要被保護啊 這個問題 我們訪問了台灣公益接閉 即吹哨者保護協會 創辦人黃國昌 你好 主持人好 先問一下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 接閉者保護法 聽起來像是在鼓勵廖北亞 我先講啦齁 台灣傳統社會的觀念裡 對於接閉的人 會給他一個負面的標籤 叫做廖北亞 大概就是像你這樣子的反應一樣 是 那但是 你如果進一步仔細的去思考的話 這一些接閉的行為 它所會造成公共利益的整體提升 其實對整個社會 是有好處的 沒錯 夜夜秀也是如此啊 透過我們團隊自以為好笑的笑話 諷刺你心中神聖的政治人物 但目的就是希望台灣社會 能越來越好嘛 夜夜秀就是一個吹哨者嘛 就是夜夜秀算是一個吹哨者嘛 不是 謝謝 今天A就到這裡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欸我每天熬夜看爆立法院質詢 媽的還不算吹哨者 誰才算吹哨者啊 到底吹哨者都在揭發什麼事啊 整排藍色大桶 裡面就是夜市餐廳收來 吃剩發臭又長蟲的廚餘 蒼蠅滿天飛 臭翻天 還像皮革廠 收購這已經添加化學成分的廢棄皮脂油 像塗仔廠買一張張腐爛的豬皮 跟搜水混在一起 把髒油提煉出來 郭烈成做了242噸滴溝油 被牆罐做成782噸全桶香豬油 流入了世面 想到可能已經把搜水爛油吃下肚 誰吞得下這口氣 收水油沒人敢吞 但丁北好油國昌會吞 2014年台灣爆出頂星味全收水油事件 屏東的工廠被發現回收炸過的廢油和收水油 重新製作之後再賣給廠商 導致全台灣陷入食安危機 連最愛吃太陽餅的行政院長江一話 都不敢吃太陽餅了 表達沉痛的歉意 道歉再道歉江葵緊皺眉頭 對於收水油事件引起的風暴深感痛心 立委盧秀燕也在一場內請江一話吃 新上架的台中太陽餅 你想想看 你要吃 你想想看 我可以直接回答委員 謝謝委員的好意 我也贊同委員的發言 但是我不會在質詢台上面使用任何東西 GMP是什麼意思啊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良好製作程序 良好製成的一個認證 GMP現在改為Gaming Pass 現在的GMP改為 鍋梅President 收水油會被發現 是因為屏東一位老農夫當吹哨者檢舉的 如果他沒有跳出來檢舉 我們可能都要吃更多的收水油 這就是吹哨者的重要性 如果你發現了不公不義 就要勇敢的吹 不過公車性騷擾哨子先不要 這個哨子有夠髒 這個發明人真的有病 所以接下來這個環節 叫做吹哨者過三關 我們一起來體驗一下 如果當吹哨者會經歷什麼事情呢? 第一關 發現弊案之後 吹哨者去檢舉 會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 我們的政府 不一定會理你 環境雜亂不堪的工廠裡頭 傳來陣陣的有錯位 這就是郭烈成在屏東的收水油工廠 只是這些驚悚的畫面 竟然都是由一名老農夫提供 為了舉發郭烈成 他買了監視器 數位相機收證 向屏東縣政府衛生單位檢舉了五次 但是都不了了之 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 檢舉才不理你 看到違建就裝瞎 但一罵就抄你家 更可惡的是 政府有些時候 還會直接跑去跟廠商通風報信 官官相護 過期的肌肉加工品 本來應該要全部銷毀 吹哨者說老闆叫員工 換標籤出貨給多種通路 不法獲利有上百萬 針對爆料給台中市府 吹哨者懷疑有人洩命 導致身分曝光 推銷者說他9月21號 向食安處檢舉 公司22號23號還在出貨 28號再看冷凍庫全空了 他質疑有人通風報信 那些貨本來放在公司半年還有一年 都沒有被清除 為什麼那麼剛好 我檢舉的時候就被清除了 才剛被檢舉 衝進去看 誒 一隻雞都沒有 你不說是食品 我還以為是萬華掃黃 吹哨者一檢舉 就跟國中班上認真做事的風紀鼓掌一樣 等著被排擠吧你 公司從上到下都在找誰是內鬼 公司狼人殺 大家遊戲開始 台灣的教育真的是很好耶 康軒董事長李萬吉 一方面編寫教科書叫小孩不要霸凌 一方面還在公司號召同事霸凌員工 好忙喔 真的是日理萬吉耶 台灣的風氣不是解決問題 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不幸你看柯P喬大巨蛋時 被吹哨者錄音公開的反應 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下午接受 市議會備詢的時候 民進黨的市議員簡書培 當場播出大巨蛋會議的錄音檔 讓柯P當場爆氣摔筆 開這樣的會議公開喬蛋 不是我先要求你回答 公開喬蛋 你這個誰給你的 民眾寄給我的 什麼民眾寄給你的 就是民眾寄給我的 台北市政府這樣被確定的嗎 你這個錄音帶 有可能是你後面的那些人 我跟你講齁 錄音給我的 哇錄音給你 你不用生氣 柯文哲真的很討厭被公開訊息耶 不過這一次我挺柯文哲啦 因為沒有人喜歡被公開自己喬蛋的樣子嘛 舒服啊 公司抓內鬼 政府機關可能用通風報信 這時候就會進入到吹哨者的第二關 跟長官黑道玩大逃殺 地溝油案啊 戴立生案啊 起沖學校性侵案啊 都是這樣的下場 檢舉的老農夫說 郭烈成曾經對他料話說 白道黑道他都很照 根本不在意老農夫的檢舉 甚至在郭烈成被逮捕的當天 老農夫差點被人綁架 如果當初沒有站出來 檢舉直書長官貪污不法 也許戴立生現在還會有工作 免職跟測職是公務人員最重的處分嘛 就用這種最重的處分來懲罰揭蔽者這樣對嗎 那誰敢跳出來揭蔽啊 你根本就是在騙人嘛 整個校園幾乎沒有一個安全的角落 教室 廁所 宿舍 浴室 圖書館 什麼時候都有可能有人被性侵 揭發學校黑幕的D老師成為眾矢之地 能言能語啊 我要把學校弄倒啊 你要記我過就讓你記啊 還要給我打一等我就讓你打 只能說我就是那整個告訴公路的 看逆向形勢的人啊 農夫被黑道追殺 公務員被終身免職 老師被霸凌寄過 這些都還是小事 有人吹哨吹到黑道 連命都丟了 高雄市鳥松區一名里長 為了維護李明的權益 結果六月初就被一群黑衣人 持棍棒打成了重傷 住院一個月後傷重不治 這群嫌犯原本都是飆車族 之後淪為集團打手 今年六月初他們跑到鳥松大族里長 鄭勝利的家裡 用棍棒把里長打成重傷 李明都很生氣 因為里長是為了保護大家 才遭人怨恨 里長檢舉殺死業者 就被黑衣人打死 但你以為被打死已經是最可怕的嗎 不是喔 還有不把你打死 但是直接把你超渡的 新竹縣加速疾病房治所 前任所長帶領同仁進行 期安消災法會 而知道內情的人更明白 這一年是房治所人員 因為貪污案被起訴的一年 也是這個單位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舉辦大型法會 還一連辦了五天 上班時間都在辦法事 更誇張的是 還到室內做法去抓鬼 兩個鬼就是案子檢舉的當事人 這就是生前告別式的由來 最後那個法師把雞丟出去 好像看過耶 動作一模一樣 正當你以為 吹哨者人死後就沒事了 其實不盡然 這時候才進入到第三關 吹哨一時爽 全家火葬場 早餐店最愛用的乳馬林 2017年總公司遠東油脂 使用過期乳馬林回收再製程 但當初內部的吹哨者 人生也因此變了調 可能是我太太 甚至可能是小朋友 都要跟著換學校 還有2018年 桃園原山蛋品被內部員工檢舉 業者長期收購過期蛋品 再加工賣給下游 但業者被起訴後 吹哨者卻丟了工作 甚至面臨威脅四處搬家 這上面都是綠區 2018的蛋有區 2023的蛋都是綠區 以上就是吹哨者三關 由於遊戲通關之後 會得到錢 那吹哨者過完三關 也有檢舉獎金吧 檢舉完之後 有筆檢舉獎金 地方主管機關 得看自己裁員 才能給出獎金 遠東油脂不乏所得 超過一億 罰還一百六十八萬 檢舉獎金零 我是食安英雄 不是該幫弟子 檢舉遠東油脂食安問題 英雄當不成 還得包到密不透風 開記者會 食安英雄包成這樣 跟歹徒有什麼差別啊 喔對 歹徒有錢 當吹哨者要過三關 獎金卻連一毛都沒有的話 難怪有些人 在發現問題的時候 會這樣反應 其實那個時候是 媽媽帶著孩子 來我們的辦公室 跟我們申訴說 他的孩子在學校裡面 背給學弟 心情了很多次 我們就跟孩子比談 才發現 這個孩子其實 曾經寫了好幾次紙條 跟他的導師求助 導師卻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他就會跑去找老師 問老師有沒有看到他的紙條 老師就派桌的等他 然後說 我幫你 誰幫我 這就是社會悲歌 沒有人敢挺身 當少子man 我幫你 誰幫我 答案就是 黃國昌會幫 他可是吹哨哲保護協會 唯一敢露臉坦的人耶 對 就你來負責露臉 對 就我負責露臉 那你不會怕嗎 你說我不會怕嗎 說不會怕是假的啦 但我已經跨越了那個階段 怎麼辦到的 我也不知道 好像 當你得罪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等級越來越高 你已經無所畏懼 我今天就是跟你槓上 我沒有在怕你 對啊 怎麼了 你怎麼笑的 沒有我覺得你有點就是不知死活的感覺 我要把這個影片傳給師母 看你還笑不笑得出來 2020年 年代副董事長捐一千萬鼓勵吹哨 收到了23件的重大弊案 但最後卻擔心法律不能保護自己 沒有人敢站出來 不敢吹哨很正常 因為一吹哨 就可能會傾家蕩產 黑道追殺 我們的社會制度 如果要求每個人 都有極高的道德勇氣 要大家隨時準備好 為了公共利益去當劣勢的話 那這個制度一定會失敗 像是台灣現在的法律 都是不實用的拼裝車 性別工作平等法 食安法 勞基法 都超沒用的 說賀龍的工作室 我深度跟他們在一起以後 發現他的賺錢的逼子女神 是販毒 那我去舉罰你販毒 你可以對我為不利的處分嗎 不行 理論上當然不行 但在勞動基準法裡面 它裡面寫的是什麼 犯罪行為沒有包括在裡面 但犯罪行為應不應該包括在裡面 應該要包括在裡面 應該要包括在裡面 所以我才會說 現行的吹哨者保護機制 散落在一些零星的特別法當中 整體而言 就是殘破不甘 那根本沒有辦法 真正發揮保護吹哨者的目的 保護吹哨者的法律 就像黑暗大法師一樣散落各處 我們需要一個立法院的武藤遊戲 把他們接在一起 倒落 另一個我 加入民眾黨不分區的我 進入立法院去改變體制吧 吹哨者保護法草案通過了 政府就必須受領你的檢舉 當你檢舉公司導致被開除了 公司就會被樂定賠錢 甚至草案裡面 還訂出了獎金的標準 台灣需要完整的吹哨者保護法 其實馬英九時期就開始講了 馬總統坦承 政府在防灘和塑灘上 還有進步的空間 廉政署的工作 固然比過去來說 有一些進步 但是進步不夠快 為鼓勵民眾安心選舉 廉政署預定在 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吹哨者保護法草案 你知道這個新聞說的 今年年底是幾年嗎 是2012年 至今已經超過十年了 到現在還沒有過 事情交給馬英九 效率真的一級棒耶 2017年 蔡英文召開私改國事會議 在成果報告書裡面 就明確寫了 盡速推動揭蔽者保護法立法 要在2017年10月底之前 送到行政院審查 過程中 監察院還積極派人出國考察 你們花納稍遠的錢 然後又去搞出國考察報告 考察的主題是 吹哨者保護機制 結論的第一點是 大家十年以前就知道了 火國吹哨者保護法 應該要立法 監察院花了幾十萬 然後派人出去 考察 我是不好意思說 油山玩水啦 做一個調查報告出來 講一個大家早就知道的結論 吹哨者保護者要立法 黃國昌搞不清楚狀況耶 政治人物出國考察 本來就不是為了研究啊 出國考察的目的是性招待啦 過了七年到2019年5月 吹哨者保護法才有史以來 第一次送進立法院 可是隔年馬上要大選了 沒審完的案子到齊之後都不算 所以立委就開始擺爛 法案又沒過了 2021年民進黨政府又講了一次 在台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承諾事項裡面 又說要推動 揭蔽者保護法立法 但是到現在被問到進度到哪了 官方的回應都是 延遺中 但現在吹哨者保護法問題到底是什麼 我們確實有在做這一個跨部會的這個協商 現在還在延遺跟各方 還要延遺多久 有些延長都被殺了 但是我們要有吹哨者保護法 你聽進去的沒 我聽進去啦 所以我才說我們需要很好的延遺 董會請問看得到 我們 呃 院長我覺得我們需要一些具體的承諾啦 呃跟委員說明啦 呃因為外界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行政院有要求法務部再會整 怎麼又是你 法務部長 外醫間也是你 大麻也是你 現在吹哨者又是你 揭蔽者保護法草案 其實沒有太多爭議的條文 而且就算有的話 條文大家有不同想法 送進立法院表決就好啦 啊你們不是立法院席次過半嗎 你們一直研議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那為什麼不通過 是誰在打 在立法院裡面 你如果 會過的法案 會去傷害到有權有勢人的利益的時候 絕對 你放心 絕對不會有立法委員站出來跟你說 我反對這個法案 因為他只要站出來說 我反對這個法案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 哦原來是你不會搞得這麼粗糙啦 我怎麼會反對 我很支持 我們一定要廣納社會各界 召集專家學者 好好的研究 好好的討論 那等到有社會有共識以後 我們再來過這個法案 所以才會一直講研議 對 研議真好用耶 反正以後不想做 就說研議嘛 什麼時候打掃房間 我還在研議 什麼時候停止跟前任聊天 我還在研議 什麼時候要起床 我還在研議 在吹哨者保護法遙遙無錫之下 我們真的無法保護台灣的吹哨者 名字各支會被通風報信 會被政府查水錶 會被黑到看布袋 所以這一集的解法 我們想了一個最能降低被追殺的風險 我們讓最菜市場名的人 擔任吹哨者就好啦 各位觀眾 我們掌聲歡迎台灣 蔡奇阿苗的冠軍 家豪們 我們一次募集了十個家豪 公司長官或企業老闆 如果發現吹哨者叫做家豪 一定覺得很困擾 因為台灣太多家豪了 你很難找到正確的吹哨者 黑到要殺也殺不完 所以家豪們 台灣街壁就交給你們了 我們有各種職業 像這一位是碩士 你在哪邊高救 我在第一名的中原大學 中原大學 你們小心了 我們買了一個吹哨者家豪在中原大學 不要給我來亂喔 當然 要壯大家豪戰隊的勢力 我們要請更多人幫助我們 所以請所有觀眾 摸摸你們椅子底下 有一份小禮物送給各位 我幫各位 800位觀眾 都準備了一份改名申請書 我們很貼心 已經把改用名寫好家豪了 大家一起改名叫做家豪吧 一起當家豪 一起為台灣吹哨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大家 毛生病了 我想先帶他去看寵物諮商 想問他為什麼不吃飯 隔天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那個寵物溝通師怎麼說呢 媽咪 我肚子痛 不舒服 想要去看醫生 不要亂用 超爽的 我要原地爆炸 燒錶子嗎 他媽給我這樣子的 哇靠 這個人瘋了 你有找到one piece了嗎 誰問了誰問了 瘋了 沒有了 沒了 沒了 你 沒有了 我們 沒有了 沒了 那 是 沒了 有 沒了 沒有